頭戴安全帽口罩全程不發抑鬱 36歲詹姓男子被警方從台南帶回台中 因為他18號拿槍到遊艺場狂掃14槍 索性沒人受傷 是否有人叫說還是要一一的後續再做釐清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犯案用的制式M4A1長槍 以及100顆子彈還有防彈背心 準備計畫相當緻密 18號下午2點多 台中西屯區詹姓男子朝電子遊艺場連開14槍 之後一路往南逃逸 案發兩小時後 他則是到台南白河分局投案 嫌犯以恐嚇罪嫌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犯嫌目前未提供任何的相關的資訊 那警方不排除有任何的可能性 那幕後是否有人叫說警方都會列為重點 來一一的追查 犯案動機違和嫌犯三間其口 遊艺場被人開槍 槍手似乎想要一肩扛 警方不排除有其他共犯 當天晚上也動員警力到案發遊艺場 進行相關領檢 持續追查要揪出槍案的幕後黑手 警示人趙建林 高宇鎮採訪報導